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柱哥游戏解说呢 今天给大家继续解说的是全皇九七 叶峰对他的老伙伴小臭臭 应该是一个无规则的一对战 百合者成功 直接切风 三回花 没打完就已经打晕了 赢了 我的妈呀 小臭臭的一个 特律完全是上来就是来 动人头了吗 按理来说小臭不应该这么弱 只不过是 叶峰对八成 刚刚是实在打得太溜了 就是一个三回花 轮到板边 斩压切房 打门在切房 想要不要被跑抓吗 又是一回花四连 底身一个则 晕亮 天哪 这要穿三吗 小臭臭你要挺住啊 要加油兄弟啊 好吧来看看接下来最后一局对小臭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到了一封的赛点 八神对八神 哇这漂亮刚开始就来了一个能量反击啊就超重机直接取消通龙了 四连五连 反正是我有的是痘啊 有痘的夜风都不会吝啬 两气打一气 继继续扯 给花打一个圈板 好的 前轨毁灭 直接再切崩再切崩 重拳取消八神 赢了 感谢大家 朋友们喜欢 九七的爬 关注同学解决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